大家好,欢迎来到钻石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项目是一个由NFT交易市场 敌方获利模型和多项目NFT游戏世界 组成的去中心化NFT生态项目TREASURE TREASURE基于台访Layer2 Arbitrum连开发 目前生态已经完成了NFT发射台启动 和TREASURE DAO的智力体系建立 并上线了Small Brains,Legions等NFT项目 TREASURE开辟了一个OpenSea Drive 不处于任何一个中心化交易所的NFT交易平台 并采用完全去中心化的智力体系 完成平台治理,更加公平和透明 同时,TREASURE基于台访Layer2 Arbitrum连进行部署 在保障安全性和应用完备的前提下 拥有更低的交易费用和更高效的交易速率 相较于台访主链,其入局门槛更低 除了去中心化的NFT交易平台 TREASURE同时构建了一个名为Bridge World的游戏世界 允许TREASURE生态中的NFT在游戏世界中产生交互 赋予NFT实际的游戏应用场景 并通过Define游戏内产品设计 使持有NFT的玩家能够在Bridge World中实现Play to Earn TREASURE Marketplace是TREASURE生态中的 区中心化NFT交易场所 使用其原生通证Magic作为交易媒介进行市场交易 Marketplace上线的NFT产品由三部分组成 Bridge World游戏世界原生NFT英雄Legions 与TREASURE生态合作的NFT产品 以及Bridge World游戏中的珍宝物品TREASURE Legions作为Bridge World原生的英雄NFT 将在Bridge World游戏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关于Legions实际游戏作用的资料还没有放出 但基于其他项目经验 Legions英雄在游戏中的作用 至少将包含英雄质押收益 副本或对战等游戏玩法的奖励等 Legions也将作为游戏内部分玩法的入场券 目前 TREASURE平台已经与Small Brains Small Bodies Life等NFT项目达成合作并上线其交易平台 其中 Small系列NFT拥有属性体系 不同属性决定了其角色的稀有度 从而决定了其价值 根据白皮书 TREASURE还将通过Bridge World连接生态内的NFT产品 并将其资源和经济模型 应用到不同的NFT产品中 实行NFT Metaverse的生态整合 Bridge World游戏中的珍宝物品TREASURE 也作为NFT在市场上进行售卖 将随着游戏世界的开发解锁更多功能和用途 玩家将能够使用TREASURE来获得游戏内的消耗品 并能够通过燃烧机制获得游戏内的特殊效果 TREASURE以Magic作为其原生代币 交易通货和智力代币 由于其开放的生态 TREASURE也被称为NFT的任天堂 TREASURE在NFT交易市场中的角色 正如任天堂的游戏发行体系 它既可以发行自己原生的NFT项目 也可以作为平台方 承接NFT项目的上限、宣发和运营工作 对于合作的NFT项目 每一笔交易都将有95% 比5%的收益分配方式 分配给项目的创作者和TREASURE 在TREASURE获得的5%份额中 至少有2.5%的份额将会回馈到Magic的持有者手中 这个经典的分账体系 保证了项目方、平台方和社区的共同获利 同时,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交易产生 Magic的需求就将得到保证 目前,TREASURE已经在其官网开放了SLP池 Magic质押挖矿和TREASURE珍宝质押挖矿的TREASURE MINE Magic也可以作为流动性池 质押通证来获取收益 目前,根据开放的质押模式 玩家可以选择两周或一个月的锁定周期进行Magic通证的质押 锁定周期越长,其获得的收益率将越高 Magic也将作为Bridge World游戏内的通用代币和TREASURE DAO的治理通证 游戏内活动 未来相关的交互和奖励机制都将通过Magic完成 服役游戏内的消耗性资源 共同构建整个游戏生态 Magic同时具备相应的燃烧机制 来保证其价值的稳定 TREASURE DAO是目前市面上相对比较成熟的NFT项目去中心化治理组织 TREASURE DAO由承载项目提案讨论的forum和进行提案投票snapshot两个部分组成 任何社区成员都有权利提出关于TREASURE的治理的提案和改进措施 并在forum上公开公示至少一天,收集意见和讨论内容 公示结束后,提案将在snapshot进行投票 持有治理通证的社区成员对提案完成审阅和投票后 若提案获得66%以上的赞成票 则提案通过,TREASURE将进行相应的改进 投票权和所持有的治理通证数量相关 通证数量越多,权重越大 通过去中心化的治理 TREASURE社区成员共同决定项目的去留 组织的发展和更新等重要话题 可以说是去中心化治理实践的重要范例 截止到2022年1月 TREASURE已经完成了Magic的公平发行 基础DeFi功能上限 资产迁移至Arbitrum等重要步骤 并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初步尝试 未来,TREASURE将专注于与更多的NFT项目达成合作 并开发Bridge World游戏世界 对外发行可交互的Bridge World游戏玩法 需要提醒的是 在1月24日 首批Magic发行时 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质押通证将会解锁 届时,其通证价格可能会有对应的市场波动 需要大家注意 除了TREASURE 专注于开展NFT交易市场的项目 还有近期比较热门的Lux Rare 相较于TREASURE Lux的宇宙世界没有那么庞大 更加专注于做交易市场本身 并在交易市场的功能上进行创新 但也因此其发展的速度可能相对更快 从稀释市值看 现阶段Magic的稀释市值仅有Lux的四分之一 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 Magic是否能够超越Lux 成为NFT发射生态的重要玩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这就是本期的钻石速递 由于时效性和视频长短的限制 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对于项目本身 还需要大家亲自体验和研究 才能得到完整的认知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收藏 并订阅钻石手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